大家好,我是海里范,我来自新加坡 来自新加坡是,我可以说什么呢? 我是一个精通说语的演说家 是不是说说而已,这是我的梦想 或者核心的梦想,我真正要得到这个奖励 不是我做的,而是我要,不是说语 我是每天每天在演讲的时候 我就分享的时候,我一直一直用这个方式 来分享给大家说 如果真的希望我成为一个演说家 成为一个精通说语的演说家 不如在这里你们点赞,然后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好吗? 好,我要分享我的故事,我蜕变的故事 就是通过语言我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2015年了,我发现我可以在舞台上分享我的故事 我可以用语言,来不只是可以培养出我的口才能力 所以我也可以真的,可以打动更多的生命 让他们知道,如果我们通过语言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只是语言的价值,而是它的魅力 是的,我们讲的价值讲的太多 可是魅力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口中讲,我们在心中说的那句话 他们连接了之后呢,真的这个体验呢 它真的可以把我们一层全身的灵魂 还有的生命,可以打动很多的听众 你们要不要做到这一点呢? 是的,我就发现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非常非常地欣赏学习语言的精神 那在2015年,我也参加了这个中华调商会华语奖典会 在三年之内呢,我不断地持续去演讲 所以算是去给我们的公才的名利 我成为了他们在这个峰会 史上第一位非华人的同队的会长 是啊,会长欸 那时候我都这么地开心 我就在就职典礼上,我欢迎了 我就邀请了我全家人来见一下我这个就职典礼 我妈妈她们非常地开心 别人知道,也不只是可以改变了我的生命 她只是给了我的全家人一个很大的幸福 对了,如果有个真正的论连可以做得到 就不如用这个语言来分享你的故事,好吗? 另外一个蜕变的故事 我说是改变我身边的故事 就是在在2019年初 我接触到嘉欣成长营 这个是来自台湾 我听说嘉欣老师她的人 就是潜意识的专家 就我是 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 是subconscious 就是那个英文字 就是subconscious master 我就很好奇 怎么是subconscious master 我就到了台湾去看她演讲 哇,真的啊,很不可思议啊 她在舞台上根本都不用用讲稿啊 就可以分享到她的故事 打动了一千,三千,甚至两千 或者是一万人啊 真的啊,不可思议啊 我就说,哎呀,用讲稿耶 那从那一开始我说,还有啊 她是阿东罗宾的一个粉丝啊 哇,一个华人 被一个语言 不一样的语言 打动到成为她的分文的粉丝 就是好像我一样吗 对是吗 我就从那一开始 我知道一定一定要跟她学习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可以 把语言讲到几次 你们一定要掌握这个机会 蜕变,然后改变你们的生命吧 然后改变你们的生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